真的不吐骨头吗 是脊骨一整条 摸得到的那种骨头的锋利 这剁碎了牙齿也咬不动 把那个剁碎了就可能吸了 剁碎了有渣 没有啥 随便吸的 那就剁着看看 用力 太用力 我砍不了 您来吧 慢点 前面那油都起来了 不敢 到了 猪龙骨就是猪脊骨 含有大量柔软多汁的骨髓 因为骨质非常坚硬 通常作为巧妇手中煲汤的博二之选 难道周大叔要用坚硬的猪龙骨 来制作这道吃骨头 不吐骨头的美食吗 把这个骨头剁碎以后 能够看到白色的骨头更多了 而且不仅白的地方是骨头 有一点泛红的这个地方也是骨头 咱们知道这种吃猪骨头的风俗有多长时间了 特别能这样吧 都是先蒸下来的 出去相修的 可以用敲骨的方法来多 那可以啊 周大叔说现在做的这道美食 是他们春节必吃的美食 叫做猪骨酱 以前物资匮乏的年代 杀年猪是他们一年中仅有的开婚机会 猪身上的每个部位都不容浪费 把没有用的猪骨也入菜 这是大化瑶族自制线祖辈流传下来的制作方法 在以前的话呢 都是没有肉吃 出去吃骨头 每年过年的时候都要吃这道菜吗 对对 今年做到明年下的时候来开始了 那今年吃去年做的 对 整根猪鸡骨剁成泥 起锅烧油 猪骨泥炒熟 只加盐 在防腐的同时保持食材的原味 猪骨泥在锅中迅速变色 肉味中混合了骨髓香 比单纯炒肉末的香气更加浓烈 一下子就能勾起人的口水 炒好的肉酱加入甜酒 搅拌均匀 装进坛子里 封坛了 把这个 直接当泥一样把它封上是吧 封上 不要给它漏剂 这个方法感觉很古老 您敲铜骨敲了多少年了 我敲铜骨敲他们已经到十多年了 再不敲前兴下去的话 到下一代就没人敲了 所以说我就把它遗忘 我遗忘他们一代一代的船兴下去 你说不累 也是很累 猪骨头已经封好了 给大家看看 就是一坛好久的感觉 猪骨泥放入坛子里 用草木灰或成泥封住坛口 一年的发酵使猪骨酱的滋味更加醇厚 一勺猪骨酱会使一锅清水 瞬间有了高汤的醇香 无论是涮肉还是涮菜 都能使食材裹上浓浓的肉香 猪骨酱火锅是大化瑶族自制县人 庆祝春节必不可赏的美食 咱们发酵红堂 一边 酱火锅